接著帶大家來看到網紅小紅老師 他日前就控訴說曾經被NONO信騷擾 而且他已經正式提告南方 目前全案已經進入了司法流程 沒有想到18號的時候 小紅老師他就因為不斷的受到恐嚇 而突然PO出了一個不自殺的聲明 這也讓網友相當的擔心 經過兩天之後呢 小紅老師他是更新了動態 透露目前事件的處理進度 小紅老師20號透過Instagram現實動態 上傳一張藍天白雲的照片 並且有感而發的說 目前已經完成所有的恐嚇威脅報案 似乎意味著自己不只收到一個恐嚇私訊 事實上小紅老師在18號的時候 就在臉書曝光了一則私訊 對方透露天道蒙太陽會的人會去處理你 而且也談好價錢了叫他等著 而另外小紅老師也提供了 另一則威脅訊息給ET Today星光雲 上面寫著 有人要你死 而且殺手已經就位 選舉之後就做了你等可怕的言論 而小紅老師除了報案 還PO出了不自殺聲明 他表明如果在這段期間 身體受到任何的傷害 都不是出於他的意願 他還提醒說 如果發生意外 希望檢警單位可以詳查 如果網友將來發現 這個賬號不再上線了 請幫我討回公道 再來看到的是藝人隨唐 十分關注兒哨性情一體 那他對於這陣子的MeToo風波 也是相當的有感 昨天出席活動受訪時 還難過的一度落淚 他也坦言說自己有看完 黃紫嬌兩萬字的道歉文 他說心情很複雜 隨唐表示 他覺得焦哥在整理自己思緒 他說焦哥是敬重的前輩 但也不想加重受害者傷害 他說自己沒有聯絡孟耿如 不過覺得孟耿如讓自己最心疼 隨唐承重表示 他一直在想這件事怎麼說 真的很複雜 尤其圈內人都認識 可能都有合作過 就像是親近的朋友 家庭成員 因此對於發生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沉重 這件事是不對的 但他理不出頭緒 他覺得整件事最大的思考點 必須思考任何字句 對受害者影響 受害者必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加害者是熟悉的人 他說自己不會落井下石 但講不出好話 大家都不是當事人 當他們沒有說原諒錢 任何旁觀者說加油 或者是說出一句稍微正向 會對受害者加重 只有受害者有立場可以說原諒 好那不曉得大家怎麼看待黃紫嬌這2萬字的道歉文呢 想問一下凱依你有把這個看完嗎 我有看完 但其實我昨天在博報的時候 我就說我覺得他的道歉 這個加害者道歉是一回事嘛 可是受害者要不要接受 那其實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沒錯 現在對這個道歉文 大家的看法都非常的不一樣 而實況主TOYZ 他在直播上是逐字念出了這篇道歉文 他忍不住說哇真的是太常看不完啦 並且隔空是以自身的經驗要給黃紫嬌建議 TOYZ以自身經驗向黃紫嬌分享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我 因為我可能40%是黑粉 60%是願意接受 不代表原諒 重點是在於我了解了當事人的情緒 所以大家至少覺得我還有一點擔當 他認為黃紫嬌2萬字文很厲害 開頭先是道歉了好幾次 讓人再也罵不下去 形容文章是這個人已經死了 要再怎麼爬出來的過程 不過卒字念一段忍不住慘叫看不完啦 認為文章太長 對於現在的吃瓜群眾而言會覺得很無聊 而TOYZ也建議 如果自己是黃紫嬌會先出來道歉 針對受害者或者是自己爆料的人 為什麼當時情緒失控 說明當時的心態 只要承認了這一點 那些爆料的東西會被當作口無遮攔 但是對受害者的道歉是少不了的 讓群眾想要再一次接受的話 這個東西他覺得是避不掉的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最近上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 有沒有很希望說政府可以來個高溫價 沒錯 之前就有YES123的求職網 他們就調查說有超過9成的勞工都認為說 政府你應該要制定高溫價 只要外面太陽太大溫度太高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放假 而且每個月應該還要補助2306塊錢 那現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周子蓮 也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做出回應了 他說雖然大家都很期待高溫價 可是其實高溫價在國外是非常受見的 就連美國都沒有訂出相關的規範 因此未來他們將會再蒐集更多的資料來做比對 那在此之前他們也呼籲說 雇主應該要做好預防熱危害的措施 簡言之就是目前台灣還沒有打算要放高溫價 但是大家來跟我們留言一下 你應該很希望放高溫價吧 現在在那每天一出門就覺得天哪 自己好像被曬乾的感覺 沒錯最近這幾天真的是非常的熱 好那接下來轉換焦點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前總統府發言人苦拉斯 他之前就遭報說去年他跟已婚的理性隨乎展開不輪戀 而他接著也與國民黨立委王洪威還有傅崑奇 為此是雙雙開戰了 因為古拉斯他就批評說對方居然施壓 說要正攻出來開記者會 還誹謗說他破壞別人家庭 沒有想到不只是國民黨的立委在針對他 他今天更說這個紅黨籍的立委陳寅更是對他帶頭殘殺 陳寅怎麼做呢 他就說陳寅是計畫性的鼓勵原告 要扭曲這個對話的脈絡來未告給周刊 他也說自己已經提告陳寅公然誹謗還有損害的賠償 他也嗆聲說你要供聖母峰的話 你應該要裝備齊全 否則雪崩的話會有山難 總統府前發言人苦拉斯日前遭爆料 和理性隨乎發展不輪戀 還以聖母峰為自己的代號 發生性關係則是供聖母峰引發社會關注 因此與國民黨立委王洪威復婚期開展 20日苦拉斯更指控同黨籍立委陳寅帶頭殘殺 更嗆陳寅供聖母峰要裝備齊全 否則雪崩會有山難 苦拉斯在臉書發文表示 透過可靠消息來源證實 陳寅將違法取得的資料交給鏡周刊高層製造假新聞 明明自己從未想過要爭取參選2024立委 也沒有與陳寅為敵 但陳寅對她的攻擊從未停止 巧合的是6月28日鏡周刊爆料當天 就是民進黨宣布徵招陳寅參選2024立委的同一天 有看不下去的知情人士向苦拉斯透露 陳寅早就有計劃爆料 苦拉斯憤怒表示她沒想過她和理性隨乎的私人對話會被公開 而這些對話之中有真心有玩笑有關切但從未預舉 但陳寅等人卻操弄里南妻子的猜忌違法匯出對話記錄 並被陳寅和鏡周刊去頭去尾閒事詮釋 對此鏡周刊發出聲明回應出刊前有向苦拉斯查證 但她的說辭前後不一過程都有錄音 而且在6月28日出刊之後鏡周刊未與苦拉斯有任何聯繫 並無苦拉斯所說周刊內部可靠消息來源 最後強調苦拉斯連日來對鏡周刊的指控均與事實不符 鏡周刊將保留對苦拉斯的法律追溯權 對於苦拉斯的指控陳寅今天也有作出回應 說針對苦拉斯惡意攻擊的言論 以暴情黨中央要秉公處理 陳寅表示昨天白天她在立法院開會 下午晚上又一直在跑行程 忙了一整天回到家已經將近凌晨了 好不容易停下來坐定位後打開手機 有一堆同事傳來的新聞 以及苦拉斯在臉書上的PO文 在仔細拜讀完之後 只能說這樣的內容實在不值得花時間回應 更不願意配合演出 陳寅表示自己都說真話 顛倒是非不是她的專長 如果她做錯事了 她一定會虛心檢討好好道歉 絕對不會怪罪別人 更不會推一堆人下水 陳寅指出自己已是黨提名的候選人 針對苦拉斯惡意攻擊的言論 以暴情黨中央要秉公處理 同時也會對她所提的不實指控 保留法律追溯權 苦拉斯現在也和王洪威槓上了 王洪威說從來沒有看過 加害者變被害者的發言人 苦拉斯如果要喊冤的話 為什麼要把臉書的留言功能關閉 不讓大眾解釋 她認為她這麼心虛 讓王洪威覺得很可悲 沒有錯我覺得她現在完全逃避現實 而且想轉移焦點 那麼我想請問 苦拉斯你認不認識這個原配周小姐呢 你有沒有跟她道歉呢 怎麼會變成你是原配的發言人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加害者變成被害者的發言 所以我覺得她真的不要再轉移焦點 第二個她連續兩天的發文 大家可以發現她都把留言功能關閉 如果你今天要為自己喊冤 那麼你為什麼不敢接受社會的解釋 你自己這麼心虛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可悲 那另外就是我也奉勸苦拉斯 不要再做這個轉移焦點 她把這件事情把自己形容為是被霸凌者 被迫害者 好像是整個事情是被政治迫害 這真的是笑死人了 你今天陷入不倫戀 難道是你的什麼政治對手 然後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政治的設局嗎 所以你真的是扯太多 你還是應該回去好好地去誠實 誠懇地去面對這個原配對你的申訴 昨天我們報導過的共諜案 調查局國安站他們在去年的時候監控掌握 這個中華民國扯鈴聯盟的常務理事 同時也是扯鈴教練陸季賢 他從去年4月開始呢 他就陸續跟一些退役的士官兵來接觸啊拉攏 進而來刺探台灣的軍情違反了國安法 而昨天遭到訓問的6名士官兵中 後來發現居然有一名是藝人郭書堯的弟弟 而對此郭書堯也做出回應了 國軍又報共諜案 調查局國安站監控掌握 中華民國扯鈴聯盟常務理事 扯鈴教練魯季賢 自2022年4月起 涉嫌與退役的士官兵接觸拉攏吸收 進而發展組織刺探軍事情報 違反國家安全法 北檢經監控達1年之後19日決定收網 由台北地檢署指揮 兵分25入展開搜索 約談魯季賢等7名被告11名證人 經檢察官訓問之後 認定魯季賢及兩名林姓退役女士官 李姓士官 長姓士官共5人罪嫌重大 且有逃亡穿任之餘 20日凌晨向法院申請擠壓禁見 法院也裁定魯季賢等5人均擠壓禁見 郭姓退役軍人20萬交保 另一名退役軍人則請回 其中裁定20萬交保的郭姓退役軍人 就是藝人郭書瑤的弟弟 而郭書瑤多年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 弟弟天天搭捷運到不同的學校交扯鈴 還自己申請政府補助獎學金 負擔學費相當懂事 怎料郭弟因為扯鈴的專長與魯季賢達上線 進而捲入共諜案中令人始料未及 對此郭書瑤回應弟弟確實有被約談 是因為找工作的時候不小心被捲入紛爭 19日前往配合調查 目前已經回家休息 很抱歉打擾大家 日後弟弟也會全力配合調查 據了解本安元旗北部某營區輔導長發現 營內多名士官兵遭地下錢莊業者追債 進而發現借錢的士官兵 均是透過退役的學長前線介紹 且借帶著士官兵在營內行為可疑 疑似有刺彈軍事秘密之嫌疑 輔導長雖將請字上報 全案因此曝光 國防部政戰局獲悉之後 懷疑背後有組織操控 因此報請調查局國家安全 維護工作站偵辦 而國防部20日表示 此案是國防部接獲官兵檢舉之後 採取損害管控作為 並通報國安單位共同偵辦 全案已進入司法程序 基於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對相關案情不做評論